你好 欢迎回到一响世界 现在动物园最可爱的银亚你去看过了吗 这个最疗愈系的小猫熊 除了圆滚滚的身材 可爱的动作之外 第一天见课的时候在膝架爬来爬去 逗趣的外形吸引众人目光 不过你知道银亚有六根手指头吗 而且小猫熊的嗅觉特别灵敏 这些小知识都收录在新书《我是银亚》里 我们一起来看它180天的成长故事 毛茸茸的外观圆滚滚的身材 在漆架上爬上爬下 面对参观人潮一点也不陌生 这是第一天见课的圆仔 台北市立动物园授权出版社推出新书《我是圆仔》 收录180天的成长历程 带我们看见它从红通通的五毛熊 长成可爱的全名宝贝 小猫熊出生大约80天就发芽 最喜欢设施18度有阳光的冬天 从初中我们更了解圆仔的成长过程 我们除了就是用第一人称之外 我们有创造一些小学堂 然后让读者呢 比如说比较小的小朋友 可以了解猫熊的生态 比如说他有六只手 就是他前掌有六只 一只有尾母子 就像我们的人的那个大母子一样 早产出生的圆仔 在细心照顾下茁壮成长 与这些研究员们的感情特别好 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圆仔 三天三夜没闭眼 我知道有些保育员 他们休假回去了 甚至在家里面都还会想念尼亚 然后很期待说 赶快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来看看尼亚过得好不好 然后尼亚看到这些保育员 归队的时候 也会特别去闻闻他们的味道 所以他们的关系其实是很亲密的 就好像很久不见的朋友 或者是很亲密的家人 下次去看圆仔的时候 别只顾着拍照 也可以好好观察这全民宝贝 活泼好动的一举一动